本节目内容 既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 或购买任何股票 及金融产品的邀约 投资者不应指按 本节目内容进行投资 WeChart 用最贴笔的语言 与大家以图那么小增值财富 WeChart 节目主持人 周哥 KC 大家好 回来第二节 第二节是教室 教室我们上两集介绍过 reversal pattern 转向形态 转向形态讲过好几个 包括头肩顶底 双顶底 还有两个还未说的 就是V形底 V底 我们叫做spike 英文spike 这些产品 还有圆底 round top round bottom 除此之外还有鑽石形 还有喇叭形 上一次我们 还有两个还未说 这一段图我都展示了 在讲这之前 你可以介绍 还有reversal的鑽石 鑽石和喇叭那几个东西 好 先拿电脑出 电脑 先出电脑 这个就是回得峰 回得峰的走势图 这个时间 同样是日线图 是 这个时间我结束了在2012年到2014年的时段 因为那段时间才找到 大家看到在图的近左边那半块 我用黄线画了 大家看到汇得峰的股价是波动得非常厉害的 先升到上去44.3%左右 然后大幅跌下来大概35.4%左右 然后再上去再升凸了 去到46.4% 然后再跌下来 去到35.8%左右 然后呢 接着反弹已经再无力上高位了 并且反复跌下来 最后去到2013年尾 不是这幅 是刚才电脑那幅 出电脑 继续电 去到2013年尾 终于跌穿了30元 一直滑到2014年 到27.6元左右 大家看到了 在最初的反复波动期间 它的波动是越来越快的 跟我们之前所说的头肩顶或头肩底 波动越来越少 是完全两回事 但是这个波动越来快越来越宽 最后其中一方是赢了 赢了当然在这个图表来说 大家看到 汇得峰的股价赢了 令到后期波动是没有发展上分高位 还跌穿了 那个喇叭型的支持线 为什么叫喇叭呢 大家看到 因为它由于波动越波动越阔 我们将两个高点 和两个低点 分别连接上来 形成一个三角形 而这三角形 是向两边伸延 是扩阔的 而支持线跌穿了 当然引致跌势加剧了 而一般来说 其实都有以往 我们讲的头肩顶头肩底 或者双顶双底时 都用一个惯常的量度目标的方法 就是波动幅度 即波动幅度突破之后 再走的幅度 相当于波动幅度的距离 但现在我们看到 汇德峰理论上 应该走一倍 那波动幅度 但实际上是不够的 只是由喇叭的支持线 跌到低位大约是$8左右 而喇叭的幅度 上升下跌幅度 最阔的时候 是大约11元左右 即是跌幅 即是真正出现时 是比量度幅度比较少了 亦由于这样 当然反映沽盘 其实不是在理论上所显示的那么大 亦造成了后期 开始重新累积了买盘 再出现另一次的升势 这些是后话了 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喇叭型的转向形态 跟着我们讲的就是一个鑽石型的形态 这个鑽石型的形态 其实跟喇叭型有少少近似 近似就是因为它 大家看到这幅图 就是中船防务317 亦即是以前叫做广州广船 后期重组好之后改名 叫做中船防务 业务都是造船的 我现在这个图就capture了 就是今年4月至7月之间 它的走势给大家看到 它就在这段期间就同样 就像刚才那样反复波动 先升到上去37.8 跟着跌回来27.5 跟着再拉上去又是升突了 去到大概40元左右 然后再跌回来 但今次跌回来的底部 就不是去到之前的低位27.5 而是去到29.5就已经停步了 所以我们将两个顶 两个底连接起上来 再加上后期的趋势线 才变成一个鑽石型的形态 就是大家在黄线里看到的 那个形态就叫做鑽石型 这形态其实我们都是等待突破 最后当然就是由于 这个股价跌穿了这个鑽石型的 形态的支持线 大家看到这条黄线 就导致股价的跌势加速 最低跌到12元左右 由那个支持线跌到下去 大概已经跌到17元左右 当然17元的幅度 也都远远超过这个鑽石型的 顶和底位所量度的幅度大约是12元左右 由此可见这些图形的突破 当然我们都会有一个量度的目标 但有时是跌势不足的目标 有时跌势是超越的目标 这两种形态其实是不常见的 也不容易才找得到 接着就是一个所谓窩顶的形态 我用这个图就是金沙中国1928 大家都知道做赌场了 我用的时段就是2013年到2014年的 金沙中国的表现 我亦都在那里用了弧线 显示那个窩顶的形态 当然这个形态大家就要小心 因为所谓窩顶是第一 它需要形成的时间比较长 不是说两三个月之间出现 现在我给大家看到这个窩顶的形态 它都用了大概11个月左右才形成 所以你等11个月才见到 很多时候都未必有这样的耐性 但当一旦这个形态出现了 而向下突破的话 在图表上大家看到支持位 大概是50元左右 跌穿了50元 导致形态获得确认 导致那个跌势伸延得非常之多 当然我现在的掌握到是2014年 最低位是30元 但实际上跌到现在就已经不止了 而且大家要注意窩顶形态 在确认之前 反复波动是有点不规则的 所以身处其中 大家就不容易可以察觉到 是窩顶形态会出现 所以这个窩顶形态的问题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说转向形态的最后一款 就是V型 我们经常听行家说 V型反弹 但是其实除了V型反弹 也有V型下跌 也是刚才KC所说的 Spike的出现 我用这张图 就是中国中车1766 大家知道中国中车 是由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重组而成 最后中国北车将所有的业务 全部进入中国南车 变成现在的中国中车1766 我那里特别标明 是南车和北车合并的时间 但实际上 那个股价建顶是在合并公布之前 已经建了顶 大家看到 那个图表也出现在今年的4月 4月头 中国中车的前身 中国南车曾经以列头上升 上升到最高是去到20.6左右 然后当日急跌 并且以两支阴烛下跌 其实反复再跌 然后经过 南车和北车合并的过程 有一段时间 是短暂停牌 接着跌势延续下去 最后跌回到7个多 即是说 第一 那些合并的消息 其实有时 消息出你才做 就可能会失敌 那为什么图表的分析 这么大 好处呢 就是 我不理你什么消息 这个图表已经显示了给大家听 虽然它之前上升到20元 但是连续两支大阴烛下来 大家都心里有数 有很多强劲的高手 对手在上租 不单是派货 只能大量出货 这支应该有听我们阴阳烛第三台 这支叫做 是吞世君 它不简单 它吞了之前那两支 不只吞一支 不只吞一支 其实那天如果有一座沽空 第二天还可以沽 非常好的价 沽在差不多18元的位置 大家也看到形态形成 亦都是出现急升急跌 很快速 时间不长 可能几天之间已经完成了V型的形态 再加上刚才所说的 在阴阳烛长高所显示的一个沽出讯号 大家当然可以避免了 因为消息而撲进去买货的危险 可以 给一些理论层面的图表 大家看看 圆顶 圆底 刚才圆顶 阿草介绍这个 圆底就不容易找到 圆底就不容易找到 通常一路涂上去就会涂到左边 右边一路涂上去就涂到左边的顶顶 刚才你那个圆顶 也是 跌下来的话 跌回来应该是左边的起步点 是 没错 这个是理论 理论也见到 瘟的时候都是很泻石的 很牙齿 反肤 反肤 很难捕捉 又不是太难捕捉的 你预的指示位预得 预得阔一点 如果你是炒一些抹斩的东西 如果拿着实货不需要害怕 其实可以继续跟它斗长命 窩底和窩顶都挺准的 我都挺喜欢的 另外一只就是V型 刚才说了 V型的就是这个 急升 急反转 正如刚才你那幅图 类似你的幅图 急升与急跌 刚才V型顶 有一张 补充小姐有一个V型底 图13 即是电脑 跌到出 这个 我拿回平保 在2011年当时出现的 大家看到在2011年10月左右 图示我用一些直线 就指示给大家听 就是那部份 这个急跌急升 这个亦是一个V型体 OK 有些以上例子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例子 可以跟大家在这一节 就分享最后reversal pattern 那几个东西 在2318你讲了 我们可以看看 另外一只是 旭光67 67的 这一块大家如果留意到 这一块 出支急升 去到1.97.5 翌日急回跌 只不过它的时间太快了 即是今天升完两天之间 这其实都属于一种reversal 也有第二个在这里 刚才所见到 一个在2013年 大家看到 当它急升上去之后 亦都是很快 跌下来做个反弹 然后再刺下去 这些都是属于 一些V型的reversal 亦都是急跌的 另外可以在很多的 另外一只 虎柏能源90 这个都是一个V顶 其实升了 接着很快又是急跌 接着做个continuation 做一个三角营物集区 然后再射下去 其实这个都属于 这个急升 都是急跌的 出一些急急的阳烛 接着都出一支 刚才说的continuation line 接着就死路了一条 都是没得搞了 这件事 有很多例子 很多例子 拿几个给大家 可以感受一下这些V型 另外这些就是恒生银行 恒生银行就是V型 这里有个小V 对不对 这些小V底 又可以留意一下 很有趣的 通常都是有些长尾 即是有长脚的 在这里 一百二三 长下隐线的 这个就是去年2014年 十一年前的价位 当恒生银行 在一百三十几元 刷下去一二三 之后出支长脚 第二天又出支长脚 昨晚两支长脚 接着就出支PSN line 接着就开始上升 另外有几个V 这里也出现一个很帥的V 急跌之后地劳开 高收 这个组合 大家中文名叫什么 英文名叫PSN PSN line中文是什么 我忘记了 冠川线 有的叫冠川线 就是川次线 两种译法都有 出一组的组合 大家如果是阴阳 又是record大家阴阳烛 阴阳烛又是 这对组合是一个转世的信号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V型都会是 出现类同的东西 至于圆顶圆底方面 圆底可以有一只 123 Dorami 即是月秀 这些是一些窩 看到大家在一个 圆形转弯 在2014年上了健身高之后 它慢慢窩 窩了 窩了起步 即是到了2014年4月的位置 我们看到在7月底的底部 其实是一个圆形的窩顶 窩到4月底的底部 其实还跌深一点 跌穿了 好了 1、2、3之外 还有可以下一个 67 窩光 这些是刚才说过的 圆顶 圆底 这边也慢慢是一个 升一个窩顶 由左边一个上升 然后慢慢在一个顶 慢慢圆形地窩 窩回来 今年到2013年 2014年2月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窩回来 之前在2013年7月底 这些都是慢慢一个随随的 都挺准的 我自己 好了可以回来了 回来这边 我们觉得 Reverseal pattern 我们先后介绍过好几个 阿周你有哪几个是你的心水之传 我可以学勤出马 这些其实很难学一些其他主持 因为如果我们要讲哪一种形态 喜欢 其实我会喜欢球肩顶 球肩顶 因为他第一 他形成形态的时间比较长 其实是稍似杜树理论 是的 我都挺受他的认 时间越长所形成的形态 杀伤力或功效是越长 所以如果由于 头肩顶或头肩底形成的形态较长 我们追市的时间可以长很多 不是说短线即逝 比较好一点 你说那些V形顶 V形体那些 由于它急刹一下 你有时比较难 就说立刻刺了扑进去 立刻还有水位给你走 有时未必那么肯定 我自己喜欢 上次讲过我喜欢双顶 快嘛 我喜欢快一点 快见效 快见效 几天就到那些就最喜欢 双顶比双底 你都对的 因为通常跌就是斩首不设价 一跌跌得快 你都是跟我喜欢估计 我喜欢头肩顶 就多我头肩底 都是喜欢估计 都是估计 快的 你不用在市场里面 在那儿被你折磨 有时反复复 反复复时你会想错事 接着就会做错决定 有时没什么耐性 刚才那些V顶 其实我绝少用 极少用 尽量经验 即管我们都讲了这么多类 但是以实用来说 双顶双底排头位 我才觉得 接着就是头肩 但头肩始终最tricky的就是后抽 后抽随时有陷阱 就是陪陪给他 这个唯一我不喜欢 窝顶反而是OK的 窝顶窝底我都有几次 都中过去的 包括Dollar Can 几次都是窝顶 都不错 首选 双顶 然后头肩 然后窝顶 然后窝 其他那些 鑽石喇叭那些不要搞 奉劝大家不要懒惊 喇叭型 宁愿不要做 输死你 即是 讲就讲了出来 教学 但实际上在市场里面 很难触摸 就像零零发那样 很难触摸 好 好 第三次见